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要讲你的道理 讲看看好不好 你很有道理 你怎么把道理呈现出来 能够不用文字语言吗 所以 学佛不仅仅要用文字语言 而且要善巧 所以真正学佛一定要懂生命 生命就语言学 一定要懂 你才会恰到好处 我觉得 我们老和尚 他拳脚的地方 就他对 他因为他本身中文系的 那一种年龄 就读大学中文系 你看他国学底子会多好 所以他奖金 当然相对就比较活泼 比较精彩 而不是一般的法师 一般都是 以经解经 就讲半天 就在经里面打造 打造的时候 不懂 讲了跟不懂 那你一定要世俗的语言 去把它解开 拿世俗的比喻 去让他理解 虽然比喻不是 本身不是实相 但是他是接近实相 理解实相 一个最好的善巧 所以我们对原文字 一定要要深入 要善巧